欢迎回来给您说一则好人好事 彭亨州关丹渔民一片好心 将捕获的新鲜女产 免费派发给弱势群体 除了解决低收入家庭断粮的问题 也希望居民在非常时期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身体健康的对抗疫情 艰难时刻守望相助 说的就是关丹50多个渔船船主 这批好心的船主在行馆期间 免费将鱼货派发给当地的弱势群体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段非常时期 吃上最新鲜 最有营养的海鲜 过去26天 阿都拉辛和其他船主 已经向村民分发了超过7000公斤的渔货 日常有钓井鱼或铁皮鱼 如果当天的鱼货丰富 村民还会收到新鲜的鱿鱼 渔船船主认为 在这段艰难时期 无论什么种族或宗教的村民 都各有困难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付出勉励 大家的生活就会更美好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